我下海的时候吧 还是比较年轻 当时想要做一个事情的话 那一定要长期去做 旋转一条道路 持续去做这件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认为女性和男性创业没有什么区别 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怀着这种热忱去做事情的 我根本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女性 或者什么样 我觉得跟别人一样的投入 一样的工作 可能社会就给我承认 这个时候我是充满热情 但是很快进入社会以后 我慢慢观察到 有一些人是对女性是有一些不信任的 就说她这种不信任呢 就说甚至还有拿着一些错误的一些观点来 拿此子来衡量你 那刚开始遇到的时候呢 我就有点不是很开心 或者就会去抵抗这种事情 或者是去挑战这种事情 甚至可能会引发自己情绪上的一种抵抗 但是到第三个阶段 我很快就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遇到这种事情我就算了 为什么 我觉得我花时间去浪费去辩解 我不是他们认识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我觉得没有意义 那别人的误解需要你用时间 需要用事实来证明就OK 我觉得可能女性将来遇到事情 就会离比别人要花一些更长的时间 来证明自己而已 这是我觉得女性如果做企业遇到的困难 就是这个 因为别人总是相信你是没有战略眼光的 第二你是非常感性是不够理性的 或者说是你是你是就是软弱的 那我觉得可能我也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我总体是比较坚韧的 或者说我是战略的眼光不一定够 但是我是能不断发展和学习的 我可能是那个内心是善良的 但是我是懂得我的责任和坚持原则的 我觉得做到这三点 女性都应该能够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能够走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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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